大家好 我是十一玉兰 欢迎您收看远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首先来看到县长许正伟 3号会见了国际友善农业运动联合会 亚洲分会的执行长张慧善 双方会中就畅谈了有机国际交流 花莲县有机农业发展 2023年青年论坛 已是到花莲举办等等的议题 那么许县长是乐见青年论坛在花莲举办 并且将有机的概念广为宣导 让环保理念向下扎根 立足台湾方言世界 先来许正伟3号会见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 亚洲分会执行长张慧善 会中参谈有机国际交流 自2012年以来担任执行长的张慧善 也是亚洲地方政府或有机农业的执行董事 2021年担任副总裁 对亚洲推动有机农业贡献良多 他同时也肯定许正伟推动花莲有机农业的付出 并且称许为亚洲推动有机农业的女性首长典范 并且提到花莲举具有推动有机农业的良好发展基础 欧洲、韩国以及日本都有许多城市成功将有机农业与旅游业等结合 将游客到当地旅游吃到在地的食物 并且当地形成有机的产业链 韩国在疫情期间对有机产品的消费有显著的增加 也鼓励花莲更能够投入有机产业 为民众提供优质的健康产品 现在学生表示 欢迎政府在109年2月27号 全国第一个限节的有机农业促进专案办公室 智利辅导农业们相亲积极发展有机农业 另外提供有机肥料补助 幸福也鼓励消费者采购优责的有机产品 学校银行午餐也加入有机食材为血统健康加分 推广吃在地 用在地的环保生活 将好商好水留给下一代子孙 记得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